苏妍 是不是要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也跟她紧张了 什么事都没有 我不相信 我有种预感 凡男 你怎么这样我也不相信 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有种预感不会伤害你吧 干吗你吓的 对了 如果刚才跟咱们说的事 你不要告诉凡东 为什么 我怕凡东虎就上来了 去者就上江 我 我害怕 黄欣 什么事都没有 救命 我非常感谢局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可现在的问题是 刘长江他肯定会往大闹 他一旦闹起来 势必会牵扯出其他的人 比如说他女朋友朱惠 朱惠本意是不想做这个伪证 他是受刘长江胁迫才这么干的 如果我们要查出真相 就一定得让他说出真话 那样的话 刘长江可能会得得下黑手 刘长江他现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问题上跟他纠缠的话 势必会影响到对李贝尔被杀眼的侦破 刘长江这会儿告我 我想目的就在于此 罗主任 我们不能让他得偿 那你说怎么办 刘长江之所以找公安局麻烦 他的目标就在于我 既然这样 那就把我开了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如果我不是警察了 我就可以单独跟刘长江面对面了 而且那样的话 其他无辜的人就不会被牵扯进来 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刘长江整我的计划就全都落空了 刘长江那时候把他踢坏了 可他当初承认我俩之间是闹着玩 就算他告我 也是我个人的事 跟公安局无关 另外呢 他说我敲了他十万块钱 就算是有诸货的证言 那也是间接证据 其实这事儿是凡然向诸货借的 我们俩之间就完全变成了民事 他想告我的话 就只能通过法院来解决 但那时候 刘长江又彻底到我没事 问题是 这个代价太大了 这就意味着你今后不是警察 索言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我当警察的目的就是 为了能收拾流氓歹徒 即使我当不了警察 我也会这么做的 我无怨无怀 妈 苏妍不当警察 不见得是个坏事 你看他这警察当的 整天都不着家 连回家看你的时间都没有 那今后 他不当警察了 就天天回来看你 所以啊 这事儿你别太难过了啊 我不是难过呀 这台的警校毕业进了公安局 你说我没有一天不为他担心的 没摆定没黑定 这回好了 你不用劝我 我还怕你有啥想法呢 我有什么想法呀 不管怎么说 苏妍这工作也丢了 不过你放心 不管苏妍有没有这份工作 将来她结婚取媳妇的钱 有妈在也足够了 妈 你就别操心我们了 我已经和苏妍商量好了 今后啊 我的工资都放在她那儿 也那可不行啊 我家大伙可能花钱了 有一个花俩 以后啊 她兜里可不能有钱 听听没有 爸 主要是因为这 我才主动要求调理官机关 我自己倒觉得没啥 我就怕我妈不理解 你爸 你现在不用考虑我和你妈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接受 关键是你自己能不能正确对待这件事情 如果你能正确对待这件事 兴许这就是你将来的一笔财富 孩子啊 没工作就没工作吧 没什么了不起 你看你妈 当初在区域里呢 大大小小也是个领导干的 怎么的了 这么说辞就死了吗 现在不像当初了 现在只要你能认真努力的干点什么 都会有出息的 你看你妈 人现在是企业家了 师叔 作严 吃饭了 哦 妈 你儿子现在没工作 你看这么的 我明天啊 上你生态员啊 给你当个保安 行不行 不行 你根本就不合格啊 你文凭太低 我们生态员现在要的 都是硕士毕业生 你才是大学本科 那你就不合格 懂得咋 咱走后门呗 我们企业只有一个大门 压根的没有后门可走 我现在没工作了 我咋生活 再说了 我还得谈恋爱呢 那你就别谈了呗 哎 可谈可不行啊 咱们家企业啊 准备上一个台阶 要扩大经营 为了有效的进行管理啊 我们要成立个董事会 我跟你爸都商量了 听我儿子苏妍 为总经理 哎 大家呱去呱去呗 哎 那谁董事长啊 我姑娘 凡单小姐当啊 妈 为什么让我当啊 我不会当 董事长 就是管总经理的 我让你当 就是让你管一辈子 吃饺子都凉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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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 你先不用急着收拾了 别领导开会研究了一下 考虑到你离开咱们公安级以后 像你这样的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距离决定 你可以暂时留在咱们总牧课 干的临时工作 不过让你离开咱们 continue 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够的 我媳妇做 谢谢你陶吃鸡 亲爱的你慢慢飞 小心前面的小鸡 那边 这刚操完 哎呀 这没地儿说理 你这么醒醒对吧 从早忙到晚 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那有的人呢 发的领导 在大会找这个最好 最舒服的地方 卫生间工作 真让人羡慕啊 咋的 羡慕啊 人跟人能比吗 那是 你叫我赶紧走 没事少到我办公室来打我 说证明啊 我给你说 这两天看那个 陈局照对脸色 我就知道 你呀 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都会对着人 到时候 我领着全队的人呢 夜色 万一里的书架大小的 没事 少来打扰我 你再来 我拿你脱漱 脱板 别回来啊 你这变相毁容 当时我告你 干什么东西有点素质 这变相毁容 怎么 吓了 反过去 刘总 麻烦你让一下 你拿我们公安局当菜市场 怎么说来的来想走走呢 哪里 像我这种平常版线 怎么可能享受这种特殊代理的 你说是吧 那没啥事老在这 我当然有事了 我来 看一个朋友 他被撤去 我来碰碰你 我还以为你这样的人呢 就没朋友 那叫啥点 我的朋友叫苏妍 他以前是刑警大队 福大队长 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 到我们公司把我们请进吧 我给他 这不可一世的苏妍啊 现在成了一个扫地的 所以啊 我说啊 人呢 不能太狂了 以前 你看苏妍多狂啊 简直就赶上美国总统了 他想怎么着 就怎么着 昨天你们没看见他那个熊样啊 左手拎着拖把 右手拎着个水桶 我怎么损他 他都不敢把我怎么样 把我笑的呀 太狗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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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嘛 我来做好事 帮你们公司免费打扫卫生 小孩妈疯了 小孩妈疯了 小孩 你什么到底要干什么 小孩妈疯了 我听你已经没有了 讨厥 你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警 喂 110呢 我们这有人闹事 乌兰布总大街 12号 二楼 快点过来 哎 下 怎么回事 干什么 下手 怎么回事啊 有人报警 有人捣乱 警察同志 就是这个人 他没经过我们公司的允许 就闯进来 你看 弄得一塌糊涂 警察同志 赶紧把他带走 我没那捣乱啊 他们打电话说需要人做清洁 我接了电话就过来了 我这是扫着呢 谁让你来的 我根本就没打电话 你这是故意滋事 严重影响我们公司的运营 警察同志 他就是个疯子 赶紧把他抓走 你说抓就抓啊 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怎么能随便抓人 说的对 我又不是坏人是吧 我就是个亲业工 你打电话让我来的 你干啥呢 谁才不打电话了 昨天下午 在公安局 六点二十七分 我 绝对六百二十七 你叫过来的吗 你亲自叫过来的 行行行行 好啊 你 我咋了 现在 你赶紧给我出去 我不用你打扫了 行吗 行 人家不让你干了 你干嘛干嘛去 好了 那不行啊 我跟你讲啊 我如果现在啊 走了 不行 我钱已经收了 这要传出去 我在我这行业里边 就没法立足创业了 你们放心 我绝对不捣乱 绝对不给你们添麻烦 打扫完 我拿去走 好好好 你打扫完了 赶快立刻离开这儿 有法律条例 没有业主允许啊 这都是违法的 我们公事公办 对 好了 既然没有人捣乱 我们就走了 没事的 没事 好了 那我们走了啊 慢走啊 慢走啊 孙燕 你行 你真有一套 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是吗 我咋没看出来呢 我很好奇 你来这儿 就跟你想干嘛 行 我今天就满足你的后期心 不过 你得让你们这帮副总们 先回避一下 我看见他们 我害怕 长得跟黑黑色贵似的 你看 孙燕 以前我们怕的 是因为你是警察 现在你被公安局开了 爷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 爷也不是 声音不动 你们误会了 我啥事你们害怕了 从过去到现在 我一直都不吓人呢 对不住 各位 对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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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 不敢跟我单独在一块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打你了 我不说过了吗 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 所以我绝对不会跟流氓弄出 行 今天我就给你个单独聊的机会 你们都出去吧 都出去 您老大让你出去啊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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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带着 好了 人都走了 有什么事 说吧 长江 我来这儿吧 是这么回事 你也别难过了 我真给你替外了 嗯 你破火鸡不好使啊 嗯 我问你 你这火鸡啊 跟你闹着一样 其实早就不好使了 踢坏踢坏吧 是不是 站在 吃点粗啊 你看你钱多年啊 社会上踢你流氓强 谁不知道啊 过去呢 王大虎老黑 跟我脸就跟你没法比 行了 艳过流生 人过流明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挺苦的 虽然你这么有名 可是你已经残废 你不可能再有后代了 就算你将来再有名 也没子孙去给你纪念了 你想刺激我 我不想你一趟 你想多了 我不想刺激你 我是同情你啊 你忘了你说过 这古人云呢 不孝有三 母后为大 我知道你游上江是个大孝子 可是你现在 哎呀 别难过了 我知道你现在身体不行了 对不对 但当兄弟 不能看着不管呢 哎 如果你以后真想留后啊 兴许更能帮着你忙呢 你昨天不是说 如果我想留后代的话 你可以帮我 是吗 我接受 你别笑 从今天开始 我把朱慧就让给你 直到你让他怀孕为止 连你说是真心的吗 我说的是真心的 我早不相信呢 苏哥 你别瞎猜疑了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虽然以前 你骂我打我 说是我 但我打心里敬佩你 我长这么大 最佩服的人 就是你 如果我以后的后代 身上留着你别学 我将为此感到荣幸 林文静 你别过来扯李贝尔了嘛 你想要手还好让你支出 苏哥 我知道你恨死我了 你认为 我把李贝尔杀死了 但你冤枉我了 我没杀李贝尔 我也没故意让你痛苦 我是时心时意的 希望你快乐 我把朱慧 让给你 并不代表我不喜欢他 而是我 我心有愿意力不足 如果我这样的话 那不是耽误人家吗 还不如送给你 苏哥 我错了 你最后原谅我一次 我把朱慧让给你 就当 我给你赔个罪 为了你们 又会方便 我再送你一套房子 朱慧 你这意思 是不是说 这朱慧就永远共贼一块了 没错 那好 那你以后 再也不能找他 苏哥你放心吧 我绝对 不再找他 你现在呀 可轻松了 无关一身轻啊 你小子 自打我认识你那天起 你就聪明绝顶 怎么样 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吗 你叫我咋了 这两天啊 看自找看多了 哎 你最近 又恐吓别人了 没有 刘长江举报你 强行霸占了他的女朋友 还向他要了一套高级住房 这事有吗 有 可是呢 不是强行霸占 也不是勒索 这是刘长江的女朋友 朱慧写的全部事实经过 哎 这个录音笔啊 录了我跟刘长江 说这事的全部经过 你一听就是咋个事 他故意整我呢 但他没整明白 这套房子呢 我也查明白了 这不是刘长江的 是刘长江他爸 刘果的 这房子呢 本来是属于东盛建筑开发公司的 后来刘果 利用植物植变 把这套房子 贪污社会得来的 哎 这个是详细资料 根据这条线索呢 我又查到了一些其他刘果 贪污社会的相关资料 全在这 你们领导帮你调的公安队伍 是不是又使得一记 预期入纵 不是 这是真事 哎 既然这样 你干脆叫检察院得了 谢谢检察官大人 来 到那以后 马上打电话给我 师哥 谢谢您 一路水风啊 帅哥 不可能握握手吗 一路平安 我能梦一下你疼吗 我能梦一下你疼吗 他这是要去哪儿啊 他舅舅开了一个诊所 他去当护士 周慧现在算想明白了 明白什么 明白帮大款也是有风险的 我的意思是 刘昌江这样的人靠不住 今天能有钱 明天也有可能变成奇怪 苏哥 你听说刘昌江父母被抓起来了 是吗 过去都是你请我 今天我请你 请我 这菜也不怎么样 请你点吧 我都已经没工作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妈再也被抓起来了 你因为啥呀 是不是帮你爸一块贪污了 可惜呀 你说你爸也是 自己贪污就自己贪污呗 干啥把你妈也扯进来呀 教训 俊远 我死了 我整不过你 这菜你真讨厌 你别信戏呀 你这样太失望了 你不知道 我呀 天生就是为了收拾你们这帮流氓的 过去所谓道上的老黑呀 那四哥呀 全都给毙了 好不容易剩下个王大虎 还让你给摔死了 长江 我一点不骗着你 那些日子我太寂寞了 那些没有流氓可收拾的日子里 我简直是度日如年 可是万万没想到 我们家长江 出了成这么一个高质量的流氓 我简直是心里洗过狂 所以长江了长江 你千万可别气馁 那样我就太没意思了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 与天斗 其乐无穷 与地斗 其乐无穷 我与你流氓将斗 其乐无穷 你胆不小啊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整死你 你敢吗 觉得我怎么整死你吗 我先把你干掉 然后再伪造一个正当防卫的现场 我相信凭我的能力 没谁能查得出来 你别吓唬我 你不敢整死我 你要敢整死我 你早就下手了 我说的没错吧 刘山江 你说对了 我确实不敢整死你 我很感兴趣知道 你为什么不敢整死我 你刚才说的话 我都相信 我相信你有能力 把我谋杀了 你只要把我整死了 再伪造一个正当防卫的现场 应该是一如反掌 你为什么不呢 感到困惑不解了 是不是 如果我不能法办你 我只能黑办你 那样我就太失败了 那样不仅是我苏妍的失败 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失败 刘山江 为了制服你们这帮流氓 我可以比流氓更流氓 但你记住 我永远不会变成真正的流氓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警察 可惜啊 你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 在流氓面前 我永远是警察 我永远是警察